你肯定收买了其他厨师 一个菜没做就想领奖 我不服 我不服 你在抖证什么 你又是谁 我领奖还需要你同意 我 呵呵 米其林二星大厨 你们这些香巴佬没听过吧 确实没听过 修轮胎的吗 你会做菜吗 可笑 你指的做菜是中餐吧 与西餐相比 你们的烹饪技巧早过时了 宋会长 你儿子是牧羊犬吗 简直是背弃诅证 不像 滚出长溪 这里不欢迎你 做菜不行就挤对我 敢不敢和我比一下厨艺 小小二星厨师还这么猖狂 谁不敢谁是孙子 我会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中国菜 待会可别哭 我要做的是黑松露鹅肝 黑松露鹅肝 唐妹 你们这些香巴佬都没吃过吧 一盘精致的黑松露鹅肝摆上桌 众人纷纷上前品尝 全是金钱的味道 单说做菜 的确没什么毛病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这就是西餐的美味 见识到了吗 证明我说的没毛病吧 美不美味我不知道 就知道食材挺贵的 这是我两块半钱买的豆腐 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美味 随后大力来到操作台 处理食材 起锅烧油 有条不紊的进行每一个环节 不一会儿 一盘麻婆豆腐也摆上了桌 家常菜 麻婆豆腐 这刀工 不愧是张一嘴都佩服的人 这心境 不愧是粉丝们爱看的大力 这味道 不愧是我擦 没瓷了 这颜色 这香味 竟然我忍不住想冻快 麻辣感瞬间勾起人的食欲 就这味道 我能吃食盘 为什么我做不出这种美味 每个人吃后都赞不绝口 这个时候 会长宋涛开始品尝了 利老板的厨艺 果然名不虚传 但我觉得 杰克的菜品更胜一筹 当然 长期小炒王的称号 还是你的 恭喜宿主 完成支线任务 获得小炒王称号 任务奖励 增香金铲子 和不沾国已发放 宋会长 你还真是公平 证书啥的 留着自己用吧 回去做生意了 当系统提示声响起 大力才松了口气 完成任务才是主要 这小炒王称号 他还真不在乎 他的目标远不止此 凤楚 老刘回来了 我们快去工作 他黑着个脸好可怕 最好别惹他生气 回来了 看这表情 是没拿到冠军吗 晦气 被人恶心到了 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为什么看见老灯生气 我会莫名有点小高兴 大力和叶生哥闲聊至极 一辆车开到停车场 一位中年男子 朝着饭店走来 你好 我是老铁传媒的老板 最近看到不少 你的做菜视频 想跟你商讨一下合作 怎么个合作法 我们厨资 你出力 等把你包装成大网红 你就出一些 做菜和开店的课程售卖 甚至能让别人加盟 我们从中赚取加盟费 妥妥的挣马类 你这不是让我割韭菜吗 昧着良心的钱我不赚 谢了 又不违反规定 你怕什么 有位老实神是这样说的 烧饭烧得好 讨饭讨到老 当厨师才能赚几个子 到不同 不相为谋 以后别来找我了 鱼摸脑袋 给你付好牌都不会打 是你做出的选择 往后别来求我 还求你 真是奇葩 想利用我 还说的如此冠冕堂皇 卧龙 凤厨 准备接待下午时段的客人 大力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可铁老板不死心 前往长溪找到杰克 什么 你想把我打造成长期第一网红厨师 格局小了 只要你跟我合作 成为全省 乃至全国的网红厨师 那也是有可能的 我身为米其林二星大厨 厨艺方面肯定没问题 你需要我做什么 如今长期风头最盛的厨师是大力 你踩着他崛起 蹭他的热度 账号起量速度会很快 可是他的厨艺 怕什么 网上流传一段视频 会长亲自承认你赢过大力的 况且我们会全力支持你 好 就让他成为我的垫脚石